齊敏連鎖 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日月潭當時迎來第二波的春雨 但是一整天降水量只有39毫米 這水庫當然近丈有限 尤其最近漢象頻傳 到了3號的傍晚 昨天其實日月潭蓄水率 已經跌破54% 另外這月牙灣的水域 滿水位有8公尺 所以看到畫面 其實大量白色的歷史裸露 重建這種漢象其實非常少見 就像扎明湖天使眼淚 漢象未解 日月潭月牙灣水域 四周大片白色曆石裸露在外 碧藍湖面倒映山色 宛若嘉明湖的天使眼淚 湖光山色吸引民眾搶拍 但絕美景之背後 也代表缺水越來越嚴重 本來以為清明廉價 第二波春雨到來 能夠溢住水庫 但雨神快閃 短短一天 累計雨量只有三十九毫米 日月潭有效蓄水率 三號已經跌破百分之五十四 距離滿水位整整差了八公尺 要解渴還有一大段差距 水晴拉緊報 日月潭從前年百年大旱後 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那麼低的水位 不免讓人憂心 但台電也說雖然這兩波春雨雨量不大 沒有辦法為水庫解渴 但至少農田有雨水浇灌 滋潤大地 潭區就能夠少放一些水 存在水庫也是不無小補 記者高一率為少雨李永盛 南投報導 超級水 海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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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